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我們今天呢 原本呢是想拍一條影片 跟大家介紹這個iPhone 14 Pro Max 因為很多觀眾都留意到我買了 但是因為今天呢 我們出開來攝谷這一邊 有一間店鋪我想去 那所以呢 有一間店鋪我想去 那所以呢 先跟大家去看那間店鋪先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這個 攝谷車站外面的 Santa街 這個中央街 那在這裡有一間店鋪呢 就是我今天 出去這邊進去做 然後想去一去 拍給大家看的 其實大家看到我呢 我在外面走的時候呢 我是不戴口罩的嘛 但是大家看片看到呢 在這條街上呢 九成九的人呢 依然還是戴上了口罩的 這個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人比較上是會 復群的一個民族 那附近呢 當不是全部人都不戴口罩的時候呢 他們都會保持著戴的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的 就是我們面前的這間Burga King 大家看到呢 上面已經有很大的安尼亞在這裡 因為它這個期間限定 攝谷中央街這裡的Burga King呢 它是會跟這個Spy Family 是有一個的Cross Over的 那大家看到啦 在門口有一個 實際應該是這麼大顆的安尼亞在這裡 大家看到這個寶寶裡面呢 他們有Yoru的照片 然後有安尼亞 然後還有黃昏在那裡 對啦 那大家看到呢 它在鏡頭前面呢 都寫著這個Spy Family 和Burga King的Gross Over 現在還有一個 然後這裡呢 上二樓的樓梯前面呢 就有他們的床樓庫在那裡 好啦 野燒拿了啦 上樓梯中間有隻安尼亞在那裡 Spy Family 跟大家看一下這條二樓先 這裡呢 它有很多個動畫裡面呢 有出現過場景呢 掛在那個牆上面而已 然後呢 這邊牆上面也有一些 全部都有些場景的照片之類 對啦 終於是已經出現了 時間剛剛好 好啦 吃完東西啦 我吃完東西之後才發現到呢 原來它裡面 為什麼這次是有個特別的set呢 是這個Pinat Butter的包呢 安尼亞是喜歡吃花生的嘛 我吃完之後才醒氣 真的啦 知不知道嗎 全然 我真的突然想過了 真可憐 嗯 還不可以 是呀 更加多的 嗯 我們現在就回家 然後再跟大家說關於 近拍我新買的電話 好了 回到家啦 那為什麼之前呢 我一直都沒有拍iPhone 14的開箱片呢 其實這部電話我已經用了兩個多星期 我是10月11日的時候收到電話 就是用了兩個多星期 我之前就是用這個iPhone 13 Pro Max 老實說其實我是未必需要升級電話的 因為13 Pro Max已經是非常好 但是為什麼我還是會買了新這一部 因為最近這幾個月我主要用來拍片的器材都是電話 這個不知道大家能否理到 但是我最近所有的YouTube影片都是直接用電話來拍 這個為什麼我沒有拍到開箱呢 因為首先開箱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還有其他新的功能 譬如Dynamic Island之類 我是不是太在意的 我最在意的只是它的鏡頭的表現是怎樣 因為我現在出街拍片 我真的不會再帶相機 我只會帶一部電話 夠了 大家看到我們今天片頭的影片 全部都是用這個iPhone來拍 大家可以看到出來的畫質 其實跟很多的數碼相機其實真的有得比 唯一只是可能在低燈的情況下會比較不好 那這個是我升級的電話最大的原因 因為原本的iPhone 13 Pro Max 它低燈環境沒那麼好 而新這一部它的鏡頭的光圈因為大了的關係 所以在低燈情況下會比較好很多 話說回來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正在用的這些手機殼 我們正在用的手機殼 全部都是台灣的品牌Rhinoshield 他們寄過來給我的 Rhinoshield 西牛盾他們這些手機殼 全部都是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 我自己去選擇一些手機殼的時候 我自己很少會選一些很花巧的東西 我主要是那個功能最重要夠實用 而手機殼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防手滑和防跌爛 西牛盾他們的手機殼已經出了名 頂是夠實正夠硬正 防撞級數非常好 我慢幾分買一部新的電話回來 當然就不希望掉爛了是不是? 所以選擇用西牛盾保護性強勁的手機殼 絕對絕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除了我本身正在用的這個防跌的手機殼之外 他們還有另外一款是支援MagSafe 還有其他其他MagSafe的配件 這個是一個手機的支架 只要你一想要貼上支援MagSafe的手機殼的背面之後 你又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放在桌上 譬如有時候在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想看Netflix 上網去到看影片 看我的YouTube影片 有這個支架放在桌上的時候 就非常方便了 還有就是它這個 除了可以當是一個支架放在桌上 用來看電影 整個時用之外 它當然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當是一個Grip 去到這樣拿著電話 那你更加多一場的保障 就不怕會掉了電話在地上 台灣製造的品牌西遊盾 總之就是正 好了說回我們拍攝用的器材 剛才我們說了我現在拍片 只會用一部iPhone 現在用一部iPhone拍出來的畫面 這個iPhone14 Pro Max拍出來的畫面 是很漂亮的 但是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它始終那個收音 都沒有去到非常完美 雖然已經好過以前很多了 畫面顧之前重要 但其實有另一件事比畫面更加重要 我以前也說過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聲音 所以配合這個iPhone這麼漂亮的畫質 我們另外用的器材 就是現在相信絕大部份的YouTube Channel YouTuber都會用的東西 就是這個Rode Wireless Go的無線麥克風 很多時候大家現在看到有些YouTuber 他們拍片的時候 那支麥克風 就是這樣大大個夾在三嶺那裡 就這樣去拍片 我就不喜歡這麼大的東西就在三嶺那裡 所以我會有一個 白色的Lava Lear Mic 這個當你穿著一件白色T-Shirt 接著條線藏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在三嶺那裡不會非常之外眼 就會比較細很多 這個大家平常看我的影片 都會留意到我在三嶺那裡 是有這個麥克風夾在這裡 用了這個Rode的Wireless Go 再配合現在的iPhone 就非常之方便了 但是iPhone因為本身手機殼 或者在上面 通常都是沒有一個Code Shoe Mount 用來塞麥克風在上面 所以我就在Amazon上面 就買了一個這樣的架 用來塞麥克風在上面 之後再插一條線 這個就是我最近拍片的時候 一個最完美的組合 無線麥克風 用來解決了聲音的問題 之後這一部最新的iPhone 14 Pro Max 可以解決又方便 在外面拍片的時候 不會說很外眼 不會說拿著那一部相機 周圍拍片的時候 被一些電源阻止 因為我只是拿了一部電話 雖然我還有很大的東西在上面 但始終這一部都是電話來的 在日本這些 很容易被人叫你不要再拍片的地方 比較上是低調一點 沒有那麼起眼 還有拍出來的畫質也好 所以最近大家看到我所有的影片 真的全部都是用iPhone 這樣來拍的 iPhone再加上一個無線麥克風 靚畫面 靚聲 兩邊都很長 還有另外現在一個我自己剪片的流程 因為我是直接用電話來拍片 所以我在街上拍完的東西 有時我坐電車回到家 例如像今天那樣 最簡單的一些剪接 我是直接在電話上做 然後再回到家之後 再打開電腦的剪接軟件 然後再在電腦上做剪接的剪接 這個流程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方便 在手機上面拍片 然後在手機上回到家的時候 做一些簡單的剪接 回到家之後再在電腦上做一些比較深入的剪接 這個流程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但是雖然有這麼多好東西 也有些不好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一部新的iPhone 14 Pro Max 至少我買這一部 是平時一部 也有相當上的 靚性能、靚畫面的數碼相機 的差不多兩倍價錢 因為這一部電話是萬多元 你在外面買一部數碼相機 可能都是四五千元 但因為好處是真的實在太多 所以2022年的今年 或者下年也好 我拍片最佳的組合 就是這個電話 再加上無線咪 好了 這個就是我iPhone 14 Pro Max 的一個可以說是用後感 也可以跟大家說回 就是我現在我拍片的組合是怎樣 因為我用什麼相機去拍片 用什麼器材去拍片 是一直有很多人問我 最後也再次感謝 RhynoChill這個西柔盾 他們寄了他們的產品給我 非常好 非常實正的一些手機殼 最重要是台灣製造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今天就去我們的說明欄下面 有他們的產品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今天的影片先 到此為止 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問一下like 有什麼意見 請問一下 如果有其他關於一些器材的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OK 那我們下支影片 再跟大家見面 下支影片 拜拜